感谢观看 非常高兴每一个星期 能不能有这么一次机会 跟大家一块交流 我一再强调 我不来做报告 我希望来跟大家一块交流 分享 我是非常喜欢分享的一个 愿意跟大家一块 探讨一些问题 那么有些介于 如果进入专业的问题的话 我尽可能的利用 我自己的医学支持 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或者是尽我所能 做一些科普性的工作 毕竟有些东西过于专业 大概谈起来的话 对更多的观众也不实意 那么我希望能够尽量用 深入浅出的语言 通俗的语言 给大家来做一下简介 非常高兴 我的老朋友 王成医生 今天也一块来 参加我的节目 我们两个将一块探讨一些问题 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一些看法 今天呢 分了几个大标题 大家也看到了 首先呢 我们先谈谈 这个美中希望的 这个又一次的截然不同 那么就是说 中日友好医院那个曹冰 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关于另外两个药的 这个临床试验 又得出了 又等于说 把人家做死了 这两个药又是 这跟我们上一期 谈的做人民的希望 把人民的希望给破灭掉 有很有 异曲同工之处 上一次呢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 专家或者是外电呢 对他进行评点 那么我只是根据 我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 就根据我们的这个 医学培训的 医学训练的这种 逻辑思维方式 和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吧 对他的进行了点评 那么很快的就看到了 这个有 正规的 有专业的 这个更权威的专家 对他的这些文章呢 进行了评点 而这一次 他做的这个文章呢 同样立刻 4月 5月7号吧 他发出 在New England General Medicine 发出 那么马上就有三个国家 五个大专家 都是来自名校 有美国的 有西班牙和意大利 三个国家 五个专家 对他进行了评点 说句实在的话 基本上说来 这两篇文章 他做的 是 雷同 非常雷同 观点 也是雷同 一句话 就是说 他做完试验 证明 这个东西无效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 这个 一个结论吧 那么 上一次 我已经 评点过 他对人民的希望 人民的西比 这个药的 这个 做的这个实验呢 他的问题 在哪些地方 那么我们这次 谈谈第二篇文章 也就是再谈一下 为什么这个美中希望 总是截然不同 这个在其他国家 做的 结论呢 都认为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而在他们的结论呢 就是没有作用 not effective 他的结论就是 failed 他都用这种词 那么实际上呢 这里头有很多的 地方可以点评 但是 这个因为上次 已经批了他的这个 关于人民的希望 这篇文章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主要谈一下 这些大专家的意见 那么 实际上跟上一次谈的 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最主要的就是说 他的这个 临床设计 非常完美 按照美国的 或者是按照通行的 现在的实验设计 临床实验 这个双盲 对照 进行这样子的一个 实验 实验组的设计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 他就是 入主病人的问题 他的最后的结论 从他的结果来看呢 他入主的病人 都是已经都13天了 都13天以上 那么这么晚的病人 你 开始治疗 而且 这还有一个最严重的缺陷 就是说 他所有这些病人 几乎都用了乱七八糟的 其他的治疗方法 然后 进入主 入主以后 用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两个药 就是叫什么 实际上是以前用来 做这个 其他的这个 克力值 一个叫克力值 这个药 是两个药的一个 叫什么 合并 叫 罗比纳维纳和 这个 罗比纳维纳和 中文的翻译 这两个要 联合应用的 这是以前用来 治疗 其他的这个 病毒感染时候用过的 那么 在SARS的时候用过 实际上它是 还是显示有一定的作用 那么现在就是说 他把这两个药 做了以后 又是没有作用 在这个问题呢 马上这些专家呢 就在 新英格兰杂志 对于编辑呢 主编呢 就写了这个 读者来信 指出他这篇文章的 问题 就是刚才谈到 第一 你这个入主病人 都13天 这个太晚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个不像肿瘤病人 你肿瘤病人 早一个星期 晚一个星期 早一个月 晚一个月 差别可能不太大 如果是确实有效的话 那么很多药 可以差别 不是那么显著 它有效 它就能让肿瘤缩小 减缓转移 延长存活 因为它肿瘤 毕竟是个慢性病 而且你现在做的这个药 它实际上是为了一个 阻断一个感染病原体 传染性疾病 这个传染性疾病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 它进入人体以后 有一个潜伏期 然后进入到感染期 感染发作 那么感染发作以后 它可以由它的病原体的 这个直接的杀伤 并独立 或者是它释放的毒素 或者是由于它的 种种的这种致病性 然后再导致机体 产生进一步的 这个免疫系统 凝血系统 以及多胀器 其他各个系统的障碍 而从而引起 病人的严重的症状 体征甚至死亡 那么现在你把这些病人 弄到13天以后才开始用这个药 而且在这之前已经用了其他的 尤其是大量的激素 再来观察这两个药 那你可以 稍微有点头大 你都可以想象出来 稍微有一点基本的 临床培训 正规的医学培训 正规的临床科研的人 你都可以马上就提出 你这么晚了 这个已经都过了病原体 治病的这个关键时刻了 现在这些病人已经都进入了重症 它这个时候并不是病毒的问题了 而是病毒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 引起的凝血机制的崩溃 很多病人就上次我已经讲到了 它到凝血 细胞因子风暴的时候 它可以济发凝血因子的障碍 这两个的它有一定的相似性 就是一个因子引起另外一个因子的激活 然后这个因子又引起下一个的激活 那么每一个因子 它自身有一定的严重损伤作用 免疫损伤作用 而下一个又有它自己的一个通路 也就是说像一个激发的一个连锁反应一样 我们叫喀什卡尔 像瀑布一样的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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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一级的往下走 这样导致的最后呢 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控的过程 你不是说是在这个药 它本身是针对的病原体 这个病毒的复制 或者是说阻止它进入到细胞内 如果在这个环节的话 那它是应该是在最早越早越好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已经13天了 这病毒已经在身上已经大量的扶制了 它已经引起了肺泡细胞上皮的崩溃 肺泡上皮的这个交通障碍 这个通气血系交换的障碍 大量的严正或者是僵液性的渗出 血浆渗出到肺泡 那么凝血机制又被激活 产生了凝血障碍 我们叫弥漫性这个DIC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或者是微血栓形成 那么现在已经有 已有的一些病理报告可以看到 在大量的这种肺泡 或者是肺组织里头 可以看到微小血管的微血栓形成 它为什么形成血栓呢 就是因为宁血机制障碍 宁血机制障碍以后 它就最后血小板聚集 血浆纤维蛋白源激活 形成血浆蛋白 纤维蛋白 那么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血栓 这已经都实际上是到了一个疾病的中末期 在这个过程中 你说是靠这个杀病毒的药来解决这些病人 那根本就是已经是不着套了 对应的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不对 这是很 稍微有一些病理学的知识 病理生理学的知识 药理学的知识的话 微生物学的知识 你都应该能够考虑到 所以它这样的设计是 根本就是说 从设计的角度来讲 就是入主病人的选择来讲 就有了根本的误差 所以呢 它设计的整个方案是对的 是挺好的 完美的 很正规的 但是 它一选择病人 已经就选择错了 那你按照这个方案做下去 你做什么呀 那你肯定做出来的就是 就是没什么效果 没什么用法 想都能 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这样的结论 即使如此 即使如此 这个问题 在他的文章里头 他实际上还暴露出来了 另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在他的用药组里头 他居然还包括了三个病人 根本就没用药 很快就死了 就没来得及用药 他把他算到这个治疗组里头 这种病人你是应该剔除的 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 科研的 统计学的 方法问题 我都无法理解 他居然还能这样 是人家马上 这专家就说 你那三个病人 你都没用药 你怎么能算到治疗组呢 你治什么呀 那么快就死了 你都连用药的 上药都还没来得及上呢 他就死的头了 你怎么算到那个里头呢 你算到对照组里头吧 那还凑合 因为他没用药 对不对 你都给他算到这个治疗组里头 这不是团销案吗 这不是 而且 他这个实验 和前头的那个 人民的希望 那个药的实验 这个对照组 死亡率的差别 居然能差将近一倍 一个23% 一个23% 一个25% 一个13% 你见了鬼了 你这个人 病人群是怎么来的 我说话听见吗 现在 刚才好像mute了 所以他这个实验里头的问题很多 还有一个 尽管如此 他说 无效 还有什么 但实际上 他在这个文章里头也看到 也看到 他的呼吸衰竭发生比例 是13比27 13比27 也就是说 用药组和对照组相比 住院时间也缩短 缩短了 居然ICU时间 缩短了5000 他这个人居然不算 他只是描述一下 他不把他作为一个评估的指标 要知道 对于重症病人 缩短 治疗时间 ICU的抢救时间 这个本身是很难得的 尤其你已经是进入到重症 晚期的病人 你能缩短ICU时间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我居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就不把他当回事 这个简直是 让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个 怎么考虑的问题 他用了一个非常主 主观的临床指标改善 康复时间 这样的一个指标 而人家马上就指出 这个疾病本身有个体的 很大的差异 你用这样的一个主观的康复时间 临床感觉好了 什么肺的这个 阴影消失了等等等等 发烧啊 这个可以用 但是这个方面的误差是很大很大的 而且进行统计分析的话 是很难进行用单指标 把这个作为一个单向指标 来决定一个要成效与否 这个是很 是很难问题的 这方面 最关键的 不是刚才也谈到了 他用这个烟尸子的病毒载量 采样的不准确 还有一个 试剂 检测的 特异性 敏感性的 极低 王晨自己就说 中国的检测 30%到50% 他说的比较高 一个跨度比较大 30%到50% 实际上很多人认为 大概30%都不大 你要是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 那你所有的很多资料 大大的打折扣 所以说很难相信你那些 检测的东西 更重要的就是说 三分之一以上的病人 用了杂七杂八的 各种各样的药 干涉 干涉你的指标 所有这些 都影响着 这一个实验组和对照组 进行比较的问题 另外 还有一个专家 谈到的就是说 作为一个统计学 统计学的一个 最经常被人忽视 或犯的错误就是 把没有统计 这个显著性差异 来当做一个否定 这是一个 严重的一个误区 这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1995年的 一个比较老的文章 是在老牌的英国 这个医学杂志 BM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这个杂志 这是老牌的英国杂志 相当于中华医学会 或者是美国 这个医学会杂志 这样的一个老牌杂志 是一个 General的一个 Medicine的 这样的一个杂志 各个专科他都有 但是他现在也分了很多 子刊了 因为这个随着医学的发展 各个专科的这个进展太多 信息太大 一篇杂志不能满足了 就像Nature一样 Nature过去就这一本 现在Nature的子刊很多 十几个几十个了 这篇杂志 他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三个著名的 生物统计学家写的 这个标题 就是人家用来指责 曹斌这篇文章的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 E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这把两个单词 用一个off来连接 翻打翻 他进行了否定 Ebsence of Evidence 就是 Evidence 那是指证据 的缺乏 并不代表着 Evidence Evidence 那就是说 我缺乏证据 缺乏最后明显的 证据的时候 并不代表着 证明我这个东西 不行 这个里头的意义 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 虽然它的批值 大于了0.05 统计没有显著性 但并不能否定 这个东西 是无效的 是fail的 而如果 严格的说的话 如果你这个实验 进行的过程中 不管是设计的 还是在进行过程中 执行 你的整个实验过程中的 任何一个步骤 有失误 严重的失误 或者干扰 整个实验的话 你这个实验最终 是fail 你fail的实验 是不能得出 一个结论 这不是很明白的 一个道理吗 你拿一个 失败的结果 失败的一个实验 来得出一个 否定一个什么 肯定一个什么的结果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本身已经 这个做的东西 就是做错了 你怎么能说 说你 你这个东西 是有效还是没效呢 就像打板一样 我根本就没 描着这个靶子 我打出去一枪 打住 我打这个人 或者打这个什么东西 我说他有效 我打中了 你打的根本就不是 那个你的靶子 你描歪了 你朝其他地方 胡乱打一枪 你说他有效 你说你打住了 还是怎么着 还是那个靶子 你这个子弹不行 你这个枪不行 你看我没打中 你压根就没 描着靶子 这不是很简单 那个通俗的道理吗 所以人家用这篇文章的 这个标题 就指出 他这篇文章 就犯了这个问题 而照我说的话 如果是我 这样子评价他那个 人民的希望的时候 也同样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个fail的实验 是不应该得出结论 你只能说 我这个实验结果 由于人 没有足够的入主病人 我无法进行了 实际上你无法进行了 就是说你这个实验fail了 失败的一个实验 你怎么能拿一个 失败的实验 来进行一个结论 统计结论呢 这不开玩笑了 所以从这点上讲 我觉得他们 对一些基本的生物临床实验 和统计学的这些方面 有很大的误差 有很大的误差 好 我想听听王医生 您做一下评点 大家好 那个很高兴和何医生两个人 做一个节目 这个何医生 他说的太专业了 这个分析到统计学呀 还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俩是在国内 就是搞研究的 然后到美国来又搞研究 所以两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比较 总是觉得美国方面 做的比较严谨一些 另外美国方面的这个 也通常都是有一个结论以后 都有同行的 非常非常严格的批评 那么在国内呢 就是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懂的人很少 就是你在 你在你这个 像我们做到研究生这一集 如果再做到博士研究生这一集的话 然后我们做的内容呢 就是很少人懂 所以在国内做出一个东西来 也很少有人能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批评 我讲的我讲的这个批评不是说你好 就是你这个谈话对我下一次工作 和对我这次工作 有什么能够让我学习的 这个都是很少 所以国内情况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不好 特别是这次 虽然曹彬算是一个西医了 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相信他也是很严肃的 但是国内总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好 那比如说 马上一上来就有300多个药要试 然后到现在已经过三个月过去了吧 1月2月3月4月4个月过去 咬无音信什么都没有 除了曹彬有的文章要发表 其他从来都没有发表 特别是国内很糟糕的就是在那搞中医药 是真的是 真是哑人泪啊 哑人泪啊 天天还在那卖 还在那到处整 所以你一看就是 完全没有希望的一个人群 所以我当时很认同这个何医生的他这种 非常非常专业的这种 他的看法和他的评价 但是我参加两次何医生的这个活动 我总觉得没有给观众一些机会提问 因为我可能撤的比较早 我12点钟撤 所以我就是很想听听 观众有什么意见对这个关于用药这方面 然后这样的话让何医生做一些解答 那么各位观众有什么关于我们这第一部分评点曹冰的这篇文章 这个题目 各位有什么看法或者是疑虑或者是challenge doesn't matter 你可以都是可以来交流 我们可以相互交流 当然也有可能 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 这没有问题 这个因为科学面前都存在 对不对 曹冰他能发这个文章 我也能挑战 对不对 他尽管他发在纽英格兰阶线上 那么 那么其他的人 专家也同样可以在纽英格兰阶线上 评点他 或者在这个医学的这个频道上 这个进行评点 那么同样 因为 好 听 您说 我就想听你的 听下你的意见 就说这个瑞典说测了一下 测了一下他这个大类推广的这个莲花清温 怎么发现里头全是薄荷 纯还什么玩意 就跟薄荷糖一样的玩意 那你这种东西 你怎么能拿来 推广呢 实际上呢 原来想说这个问题 后来就是 历史就是 想想五个题目已经够了 就算了 就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就放在这儿说算了 原来或者是说 加到这个下一个里头 关于枪安律葵啊 这个有争议的问题 那么范典在这儿 既然提到这问题 就说吧 我也很奇怪 你做这个人民的希望 做这个 这个这两个联合用药的 Lopinavia和这个Renova 能用那么标准的啊 这个实验设计 你这个莲花清温 上来就吹 95%的有效 我的妈呀 这么好 这神药 这才叫神药呢 我一看到 就是说这种 95%有效 一看到那个 钟南山吹这个 我就 我立刻就不相信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江湖 术士的那种语言了 我根本就不能相信这样子 那么当然他说 那是用于清政 清政早期的 那问题是你的对照呢 那不用的呢 那美国也有大批的 清政病人 他什么也不用啊 所以在没有一个正式 这个科研的报告出来 双盲对照分析 统计分析 临床实验这个trial 出来之前 你作为一个院士 自身又是有着利益冲突的 你自己的儿子搞的一个药厂 产生了这个东西 你本身就有利益冲突 你居然在那大肆推广 这很无耻 这是一种很无耻的现象 是绝对兵该允许的 你与厉害关系 你是那个董事会成员之一 股东之一 而大股东 你怎么能够进行这样子 用你的学术地位 这个头衔身份 来推广你儿子这个药厂 造的这个药呢 还有 SARS的时候 他就推荐大肌量的激素 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 现代医学专家 临床学家 认可他这种治疗方法 王成医生已经也谈过这个问题 他这种治疗造成了很多人的 痊愈了以后 残废 而且在Science Nature 或者是其他的医学杂志上 都有大量的文章 不认可这种大激素的 大激量激素来治疗SARS的 这种情况 那么在这一次 中国的很多医生呢 接受教训 不用那种超激量的 大激量的激素了 但是仍然用 这个就很可能带来了 很多病人延缓 把病毒的这个 在身上的赤溜的时间呢 延长 实际上搞托 延长了整个病床过程 因为激素他在那个时候 他是起了免疫一直作用 而且激素对于这个细胞因子风暴来讲 他的治疗效果不是有效的 这个在用这个Carty啊 或者是治疗这个叫什么 移植物抗素素反应 GVHD啊 这都已经都证明了 很多都是他效果并不是很强 而超激量的用的话 大激量用的话 它带来的更多副作用 甚至更严重 死到还更快点 或者是感染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造成了 危害更大 所以 极度的不 不赞成这个 而且 很多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三个国家 五个专家 这个 对这个 Challenge 曹斌这篇文章说 都谈到这个激素的问题 这个激素的使用 他们非常不认可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就是干扰整个的实验 好 我看到有两位观众或者听众举手 请一位一位来 导播 您打开 他们一个 好 和刚医生 很好 那个 我实际上对于中国 所谓公布的所谓数据 以及还有 就更专业的角度 就说什么临床实验 这个东西 我是知道的太清楚 对不对 那么 现在 有个 问题就是说 那个V的 那个东西的话 他当初也是 FY 就是搞了一个什么东西 治疗方面的专利 他也去搞了 现在他就中途 把那个中断了 但是他这个专利 情况的话 他有没有撤回去 有没有宣布 这个东西 不行 对不对 他那个中考 要那个东西 现在他有没有 在那边 继续大吹大雷 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还有一点 就基本观念 我也从明镜上面 一个朋友 观点 什么中逸 是要你 这个说法 就不对 就传统医学和 和现代医学的区别 印第安人 南非人 对不对 印度尼西亚的 都有他们的传统医学 藏族人也有传统医学 现在就讲科学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叫我怎么讲 我就讲到这边为止了 好吧 请你 你是一个医生 那场 我也非常赞赏你说的 首先我们应该说明 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没有什么中西医 这个回事 实际上我在之前 也强调过很多次 我一听到中西医 我就认为 这种说法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医学整个医学发展史 没有什么中西医 这一说 只有传统医学现代医学 中医只不过是 世界各民族 这个传统医学中间的 医治 中医的问题 中医的问题是 中国这个民族 中华民族落后的一个标志 因为全世界 他刚才那个 陆先生讲的非常好 他是 他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传统的东西呢 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被排除在国家体制以外 国家体制就是说 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在国家被定为 他们是现代医学的 那么他们这些人 这个圈子发的执照 医生等等 护士 要去发的圈子 发的这个执照 然后他们是和全世界 现代医学 主要是西方医学带头 现代医学 然后是一伙的 然后他们就负责 人的长寿 人的国民的寿命 除了以外 其他的市场上 有什么流行的 什么什么东西 老百姓之间有什么东西 像韩国 特别喜欢吃这个人参啊 什么什么 但是韩国从来没有 这个传统医学 能进入这个国家体制 所以中国是全世界 唯一的进入国家体制 它是一个落后的标志 这个这两天五四运动 然后这个有人谈到 德先生 赛先生 就是对德先生 就是说一百年前 就呼吁德先生 民主要来 到现在还没有民主 但是大家就没有想到 中国的赛先生科学 这一个中医 就把中国整个拉下来 整个拉垮了 特别是现在用的手段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这个法西斯手段 就是在所有的大学里面 所有的大的医院里面 都有这个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是中医师 那么学术委员会 就是提拔年轻人的 这个年轻人够不够主任 够不够副主任 然后就提拔他 所以一票否决 所以这个人如果 年轻人如果在 在环境中 工作的环境中 散步中医不好 那么学术委员会的人 就会找他麻烦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不让你提拔 所以现在所有的中国 就是全部都是 一片寂静 就是对中医的批评 一片寂静 就是你要批评中医 就等于相当于 你批评共产党 所以中共和中医是 一对 那个就是 一对狗男女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跟大家说 大家都不会觉得 这个是事情 但是我看到这种 内心的这种激愤 那种诚实的医生 不管是中医习 就是诚实的医生 对共产党做的这些坏事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共产党垮台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把中医 腿打断 太过分 不仅害死老百姓 还说害得对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就是 这个有正常 思维能力的医生 不管是中国的中医 还是西医都是把仇恨 埋在心里 有一天一定会露出来 好谢谢 那么 明宋先生 您说 你好何医生 我想说一下 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 中日友好医院 这个实验报告 我觉得 他很不明智 在哪呢 现在来否定这个东西 而且有一种 其实这个实验就是失败 这个失败了 你把它做成一个 这个药无效 这是两个概念 一条说 说得很对 是 这个 这个临床失败 我们经常也会遇到 但是呢 就是 对于做出来一个药的 无效的判断 这个就很荒唐 对吧 这个无效的判断 也 这种报告也会经常有的 这个 这个研究的 这个临床阶段 对吧 这个是 这个阶段 可能会有这样的结论 有那样的结论 都很正常 但是你把那个 两个死亡病例 不作为一个 统计学上的一个 非典来排除 而把它拉入西数 这 这次有没有文化 说实在 在国内啊 能够请到他做这个 做临床 还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他国内确实是权威 对啊 他同样戴着那点帽子 很吓人的 还不光是 就是你要请他做临床 就要了解 是要排队的 就不容易的 就是说 他不一定接受的 对吧 因为很多 很多病例 需要相应的 这个病床数 还有相应的病例数 有的病例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 去败坏他本人的名声 而且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败坏了整个中国 现在在新药研发的 临床 这个统计方面 临床的实验方面的 一个名声 其实很多 我知道美国很多药 是在中国做实验 日本也很多药 在中国实验 因为是什么 因为病例嘛 病例容易找嘛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专家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真的是 对中国的这个 这个医学发展的败坏 那是无可估量的 我觉得他是完全 陈医师之快 不晓得是什么目的 这是一个 而一个呢 就是说 我知道 我们不做诸心论 我们就从他字面文章 让我们就做他字面文章吧 但是我可以谈他 这个带来的危害 你说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 中国现在我知道 很多药器 包括很多美国的研究机构 在中国也在研发新药 而且这个研发新药 初始阶 甚至于一期临床 什么都是在中国 在做 那么你这样子 这个临床的这个水平拿出来 那让人家怎么看到 中国的这个临床的报告 对吧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说这个 说一下莲华清瘟 我的一个看法 这个中药本身在做药的当中 就是 这个 说实话 他那个检测指标 都是很问题的 很多都是测氨基酸 氨基酸跟那个疗效 跟那个成分有什么关系 那你的中药当中 含有氨基酸的东西多了 这个我都不说 但是我说什么呢 这个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这次的这个 张文宏在上海的治疗方案 所谓上海人民共和国的方案 他的方案当中就是 没有中药的 而且他给他有一次演讲 我看到的 他就说 我给病人说 国家推荐的方案 有两种中药 反正我给你摆在病头上 床头上 你要吃就吃 不吃是没关系的 我特别要告诉他这一点 不吃是没关系的 他是这样来抵制 这个中药的一个 这个国家的方案 他自己搞一套方案 而且是什么呢 他还不开公开底子 他是说的是上海专家共识 他做的很巧妙 这个张文宏这个人 我觉得还是够聪明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钟南山搞的这种事 95有效 而且他 但是你要注意到 他是埋了一个伏笔的 他是中西医结合 这个病例 这个病症本身就是治愈性的病 不做任何治疗 有的人就扛过去了 这是一个 应该是绝大 这是一个 而一个呢 就是中西医治疗 你还有大量的西医药呢 那你到底谁在起作用 你就说95% 有点 我不说是科学素养了 逻辑都没有了 是吧 我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嘞 谢谢 非常感谢 说得非常好 那么风浪风云 何刚医生好 王陈医生好 王医生啊 王医生您好 我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 是关于中医的 您对中医的看法 我都认可 但我有一个 我自己的看法 我想咨询您一下 是这样的 中医其实我认为 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死前的文献 一部分 一部分是秦汉以前的文献 还有一部分是 近代的 现代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死前的现在只有传说 那么秦汉以前的 现在只剩下 只剩下一些传言断片 那么今天的一些文献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我现在认为 中医的一个问题 不是中医不行 而是说 中医留下的原始文献 已经没有了 其实我认为 中医的问题 中医的问题 不在中医本身 而是说 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 一个悲哀 因为我们经历过 极致文化的一个大博怪 所以您对这个看法 怎么认为 谢谢 我们这个 我觉得你 我还是有点 不太同意你的意见 就是 我们从 特别是我和何医生 两个人 我们从中国做医生 到了美国来做医生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 如果这个药它有效 它对全世界都有效 如果这药 某一效 对全世界都没效 所以人种方面 没有任何区别 不是说 中国人适合吃中药 美国人是不适合吃中药 这个完全没有 那么最严格的就是 中国的这个 我的老师那一辈 就是像这个 钟南山这种人 他们的这个思想 都没有进入过来 他们思想都还在留在 这个经验论 经验论就是说 我过去的办法来治疗这些病人 是这个状况 我新加了一个东西以后 觉得有点好 所以他认为新加东西有效 这个在西方 我和何刚在西方受到 重新受到医生训练的时候 就全部都洗掉了 那么 这个西方他训练的是 训证医学 训证医学就是怀疑医学 就是整个的过程 就是吵 吵架 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对某一个东西有效 然后大家就从各个方面 来否定你 你要想办法来坚持 你的意见 所以这个训证医学 就是说 这个道理通不通 天天都在讲这个 所以这个整理出来的东西 他就能够对 比如说我是美国医生 我们在美国医生这个圈子 在MD这个圈子里 他就能对美国的三亿人 他的寿命延长起到好的作用 其他不是MD的 都不 国家都不认同 国家不认同 比如说谁不是MD 牙医不是MD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美容 我不说 我不说美容不是MD 美容跟人的寿命也没关系 牙医跟人的寿命也没有关系 所以 那个针灸那些都是MD以外 还有 美国有很多 那个不是MD 像这个角科呀 还有脊柱按摩呢 这个 都是 都是旁边的 所以这个是很严格的 就是你是MD 然后你是用训证医学 你做出任何东西 在大家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是千方百计的怀疑 然后最后最后最后 终于你能站住了 整个是完全不同的 训证医学就是 从道理上来讲 从统计学来讲 从方方面现代医学来讲 老觉得你不对 你就要站出来保护你自己 那么经验医学 就是那个师父说了就算 师父说 师父也没说假话 师父说 以前我这么治不行 我先新加了一个东西 别是草药 然后就比以前好一点 这个找都被淘汰了 就是你个人的感觉是错的 只有经过装盲 对照等等等等 然后才能确定 那在我们医学上 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胃病 胃病有30%到40% 是能够接受安慰剂的 就是这个病有胃病了 你给它安慰剂 你说 这新出现的 新发明的滋味的药 十个人里面 有三到四个人说 吃了你的药以后好了 所以这个药排除 这个就必须要对照 所以整个这个 我为什么对中国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 就是非常负面 不是一般的负面了 全世界一百多国家 你可以传统一些可以便宜一点 传统一些 告诉你的办法都比较便宜 你像我们 我在国内的时候 然后有人说 治疗癌症用什么 要冬天要找个西瓜 然后用那个毛笔 然后那个毛笔 写过十年的毛笔 洗干净 把西瓜和毛笔 都碎了吃 然后就可以 这个问题就是 你冬天到哪去找西瓜 然后毛笔 还有十年 但是你要能找 也都能找 就是不怎么花钱 但是有的时候 给你出难题 全是胡说八道 就是一个国家 以国家的形式 胡说八道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你说的这些 你说的这些 这些想法 都是很好的想法 都不值得研究 都不值得研究 你不会让你的孩子 念书去研究这些吗 你绝对不会 让这个Alex Wu 来谈一谈你的看法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请讲 Alex Wu 已经给您打开了 能听见吗 对不起 不是非常熟悉 听见吗 对 好 谢谢两位 医师 我也是刚上尾 所以对不起 如果我问的问题 你们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这样的话 给我一个快快的总结就好 我是PhD 我以前也是搞科研的 我对中国 我现在在美国 我对中国对Ram Desivier 他的研究的结论 我觉得很有蹊跷之处 我想提出来跟两位探讨 Ram Desivier 这个 很有什么之处 我没听清楚那个词 非常蹊跷 非常奇怪 非常不科学 甚至 我觉得 我自己想 也许中国有故意捣乱的目的和 我不知道 两位医生 我先讲一讲我的证据 两位医生同意不同意 第二 如果同意的话 能不能帮助 找律师来调查这件事 我想先讲 我认为的蹊跷之处 Ram Desivier是美国激烈公司 在以前就有的药 现在呢 在这个 我想大家都知道 稍微快来讲 这个在中国出现疫情的时候 激烈公司免费给中国送去 让他们做实验 中国新人接受 做实验呢 但是这个当时说好的结果 结果呢 应该是4月中 应该能出来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这要需要时间的 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在最后呢 似乎没有明确的表态 而唯一的表态呢 出现突然在WHO的网站上 我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不对的话 赶紧把事实搞清楚 事实的在WHO的网站上 突然出现一篇文章 说这个药呢 在中国试验呢 没有任何结果 蹊晓的是呢 这个他一出来的美国的股市呢 大跌啊 特别是他自己的公司大跌 这个对人类打击很大 但是七小时的几小时以后呢 他就撤稿 WHO说这是不小心挂住 这不是我们放的 他撤稿 然后呢 中国的有些结果呢 就通过一些个人 包括中国的科学家 说呢 任何我们没法做这个 做这个实验 我们只能终止实验 原因是在中国已经找不到足够的患者来做实验 这是一说 另一个科学家呢 说呢 我也是做科研的 他说我们呢 没有做对照 我们没有做对照呢 任何结论都不能成为正式结论 这是我说的事实 如果不对的话 大家就请指教 现在我就说中国的卑劣之处 因为呢 你答应人家职业公司 你也被做实验 你要做实验 做实验 最起码的 你们医生也应该知道 那做科学的 那更应该知道 那首先要搞对照 要不的话 正是所有都没用的 中国居然说 所以几个月以后说 我们从来没做对照 首先 它是不是真的 它如果是真的话 这是完全违背职业道德 是科学道德 起码的道德 如果是真的话 它违背科学的道德 这种法律上我想 可以诉讼他们的 它不光是对着公司的打击 是对人类的一个 非常一个 一个撒谎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话 它那些药 显然不是用所谓做实验的 它给当时这个实验的 美国只有一例 美国一例 一天之内就有好转 所以美国马上就发文章 马上就给中国做实验 中国几个月以后说 对不起 我们没有 没有对照 一切 没有任何对照 我们宗主 因为人想 这两个都是谎言 都是不道德 极为不道德 这个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话 它是隐藏数据 如果真的话 请问他们的药 给谁用 是给那些特殊病人用了吗 这种国家 这种道德水准 人家是让他们来治病 来给中国人治 他们送到哪去 他们的结果 居然不向外边公布 我觉得我不知道两位 我说的 我认为是事实 如果不是话 请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您 能分享您的这个想法 和你的看 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分析 作为一个职业人士呢 我只能说 尽量避免主观的那种诸心论 去判断它的动机 因为我们没法 进入到它的实验组 去实地进行调查 看它原始 只能根据它做的文章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少了 实际上就用最后一句话来结论 就是说 这个曹兵 做了两个失败的实验 而不是证明了两个药 是失败的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一句话 做了两个失败的实验 不能证明两个药 是两种治疗方案 因为是Ramity Sevier 人民的希望是一个药 另外一个治疗方案是 Lopinavir和Retovir 这是两个药的组合 也就是说 这两种治疗方案 在它的两篇文章 都体现出它的极低的 大规模临床药物实验 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 传染病 抗病毒药物的实验中的 科研的素质 这个确实 像刚才那位 这个 明宋先生谈到的 确实是很丢人的一件事 体现出 因为中日友好 它的title 它那一身 那个名字 带着那一身光环 而且实际上 它的背后是谁 背后是王晨的 中国医科院院长 对不对 你看那文章的 最后的押阵是王晨 通信作者是王晨 第一作者是曹斌 因为曹斌就是中日友好的 王晨的原来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可以体现出来 看得出来 中国这些临床医学家 临床医生 没有良好的科研素质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在说什么 他说的那篇文章的结尾 上次我就说了 他证明了那个什么 人民的希望那篇文章 实际上自己给自己找台阶 又自己给自己一个嘴巴 就这么回事 也就是说 他做了两个失败的实验 他用失败的实验 来证明别人没效 这不是开玩笑的 好吧 行 那我们就点评到这 这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就说到这 这个再说下去 也没什么用 他反正是 说句实在话 他们这些做科研的能力 确实还是很差 我们就不谈 武汉到底 是不是没那么多病人 那就更扯了 那谁相信呢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说是找不到病人了 没有入组了 我怎么相信呢 所以还有一个 那么那些病人入组以后 那么晚的时间 才开始入组用药 这些都简直是没有 体现出他没有一点的这种 做这种抗病毒 或者是抗 抗生素这种药物治疗的 这些概念 这跟器官移植的抗排斥反应一样 这个器官移植心脏排斥反应 那我当年做器官移植实验 那如果这个病人做了一个心 比如说心脏移植 肺移植 肝移植 这都是要命的器官 不像肾移植 肾移植你排斥两三天以后 你都能缓一缓 甚至你即使误诊了都没关系 你有透析 心肺那就不行 那马上就可以要人命了 几分钟之内就要人命了 所以心脏移植以后 一旦做了心脏活解 心肌活解 送到我们病理以后 两个小时之内 你要出报告的 那他要用最快的 这个protocol上机 把这个标本做成 做出来 做出切片 做出切片以后 那个送给病理医生的时候 拨片和那个报告 那报告上面用红笔写一个 stat 也就是说sos 立刻就要做 这是加急 那我们拿到这个标本 马上就要看 看完了以后 马上抄起电话 先不是书电脑里头 写报告 而是抄起电话 就要告诉这个 移植外科医生 移植内科医生 这个变成了心脏 有没有排斥 如果有 是几级 需不需要抗排斥治疗 马上就要通知人家 肺移植也是一样 为什么 再玩以后 他不肯腻了 不肯腻了 有心肺 这都是要命的情况 立刻就可以要人命 那你想一想 器官一直如此 那感染性疾病 那不是更要命 何况你现在遇到的是一个 独立很强的 传染性很强的一个 新的 一个病毒 所以这些人的脑子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 他就是好像 极度缺乏这种 严格的 科研的训练 他就是凭着经验治疗 我看门诊 看的病人多 听的病人 听诊听的多 开药开的多 他就成了专家了 你看这种文章 说起实在话 叫人家 马上人家 几个国家的 五篇文章 就搞到这个 牛英格兰 街头上去 就怼他去 这非常 他自己的 自己 你要再看看他后面 他自己的 答复的那封信 那真是就是 找个地方 转你去算了 你扯什么扯呀 曹兵这种 这种 说起实在话 帽子戴了不少 头衔也不低 在我看来 这种人是 叫我 带他研究生 他都不够格 就这么简单 还在这冲大头 算了 我也不想再谈那么多了 好 我们就谈第二个问题 甩锅甩到法国去了 我见会儿